据月球探测器报道,对于NBA的球员来说,老道尔这张臭嘴,真的是让他们烦死了。 这个人经常说一些千马行空,又不经过脑子,的话来吸引大家的注意,什么巅峰的时候能超越乔丹,跟科比丹丹丹丸对手之类的,真的是很让人无语。 虽然他这样做,的确是吸引了一些人去关注他的儿子,但这也会招来很多人的反感,反正现在的湖人队是恨不得让他闭嘴,因为他影响球队的正常训练了。 比如说今年夏天,詹姆斯正式加盟了湖人队,这支队伍的前途一片大好,球队接下来的发展规划围绕着詹姆斯来开展,也是能够理解的事情。 毕竟詹姆斯的实力摆在哪里,不管他去哪个队伍,都是当之无愧的焦点人物。 放眼这个NBA联盟,能拥有詹姆斯实力和影响力,的球员还没有第二个呢? 然而就算是大家都认同的这个观念,老鲍尔还是要站出来干一干。 最近他对外宣称不不服,为什么湖人现在就是詹姆斯的球队了? 他第一不是洛杉矶的人,第二又不是球队找上詹姆斯,而是他反过来投靠我们好吧。 更何况他又不能叫其他球员如何提高球技,只不过是一个共同打球的队友而已,你们为什么那么关注他呢? 这发小性的言论,本来张姆斯可以不用大力,但他却很少见得出来回应了。 他表示,老鲍尔就是这样的人,我一般都不会去在意的,毕竟要是把他的话当真,反而会显得自己不成熟。 我当然也知道,湖人并不是我的球队,他同样不是任何一个队员的,我也不会因为老鲍尔这些话生气,但我会去找他的儿子聊一聊。 好,现在狼所需要的是调整心态,不要是被外界的东西影响了心情和球技,詹姆斯的这番话显示出了他很高的情商,非常会说话。 他说的也没有错,哪怕是课比赛的时候,也不会有这个胆子说胡人是他自己的,更不用说还没有上场打过球的詹姆斯了。 自然,也不可能会是球哥的,如今外界都在痛骂老鲍尔,他简直就是胡人队的叛徒,还没开始先赛季呢。 就在这里动摇人心,要不是詹姆斯早就看穿一看开了,要是跟他吵起来,公开反驳什么的,那估计又是一场大戏了。 不但影响詹姆斯,说不定会提前逼走他,也影响整个胡人队的训练。